本台消息 今天是大年三十 全国各地正在举行大型烟火晚会 海上烟花盛宴准时上演 绽放的烟火百花争艳旋律多彩 虽然下了细雨 不过仍有约十万市民和游客到场观赏 慧眼已提到红色的烟火升空揭开旋律 此次烟花慧眼规模空前 预计历史二十三分钟 共使用了三万多枚烟花弹 在美丽的港湾灯光映射下 整个海港被灯光和烟花点亮 各家各户为了庆祝这一欢庆的时刻 人们赏花无关灯 喂 陈队 什么事 输雅 很抱歉在假期时打扰你 总部下达了一则紧急任务 我来通知各个部门的队员 前往事故地点调查 稍后我会发送定位给你 嗯 收到 现场情况现在怎么样 正如电视里所播报 我们的卫星也监测到了异常天气 事情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糟糕 收到 请帮我联络离我最近的飞行基地 我随后出发 输雅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飞军方组织 已经到达了现场 请多加小心 好的 陈队 往事联络 下面播报一条紧急新闻 距离本市20公里外 上空出现极端天气情况 请广大市民减少不必要外出 烟花会演暂时终止举办 烟花会演暂时终止举办 请请不含